到就是开幕期一样是六个月是打六折 那第七个月到两年半能够是八折一个方式 那至于这个期程过了之后 会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恢复延价 还是说我们希望他能够持续再给我们优待 这个我们还会再继续努力 那其实这个OT厂商他也一直有提到说 因为这个案子他们室内装修 他也花了非常多的金费 当初其实在合约里面 他们本来就要回馈 就是在里面的装修就要花多少钱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会持续站在就是说 等于是市民受益 然后他也愿意持续经营的下去 那维持在一个很好的服务品质之下 那我们再来跟他谈判 那这个我们会密切再去努力 谢谢处长的说明 我想对于这个国民运动中心 我想这个也是马总统 然后我们张市长 还有集会政理市长 我想大家共同争取的 也希望说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运动中心 我想希望能够由我们教育处跟城堡厂商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 让我们基隆市民不要花费太多 就可以到我们运动中心去那边运动 那这边也建议我们教育处 既然这个运动中心是在我们施球里 那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施球无理的这些民众 就近的民众能够以更优惠的方式 到我们运动中心去运动 是不是可行 请我们处长来说明一下 跟一桌报告一下 其实这个当初那个就是那边的林静的几个林里也有跟我们反应过 那我们确实也跟城商那边就是OT厂商有做过沟通讨论 那当初后来就是没有结果啦 其实是有协商过很努力的去协商 但是没有结果 可是我们会再继续努力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就像说我们在另外不是在一个体育 就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体育场嘛 那也就是说那边如果给附近州民居民是这样 那这边呢 所以它其实变成考量的是一个整体的政策 所以我们会再用一个整体的方式 的政策的方式再来跟他跟他协商 看有没有办法去说服 就是说不仅是只是给当地居民能够更优惠而已 我其实希望是他能够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以提供给我们市民是一致性的一个更便宜的方案 谢谢处长 我想在很多地方 只要他当地的民众 我想不是免费就是以优惠的方式 包括以前的这个福隆海费一场 当地的民众进去就不要钱 进去就不要钱 包括我们和平岛好像当地的民众进去也是有优惠的方式 所以说我希望说既然你这个开幕起六个月 六个月打六折 那最起码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失求物理的民众能够争取到 就是以六折的方式 能够让当地民众就近 因为你既然设施在那边没有人用 平良金牙也让会 那既然是当地民众 我们盖这个运动中心 就是要鼓励民众多多能够运动 所以希望说我们教育处能够朝这个方向 跟我们厂商继续来沟通 那对于这个新市政中心 我想在这边也要表达本席的这种立场 我想长期以来在议会 在开会当中在总咨询 本席敢讲在新市政中心 我在开会当中是提出来最多的 因为我从李市长一直提到林市长 我希望说因为我们基隆的市政府 非常非常的老旧 办公面积严重的不足 所以让一些府内级都在外面办公 让很多民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一再建议是说 东岸警察长是不是能盖新的市政中心 那后来我们火事站周边的这个都根 是不是能够把我们新的市政委能够纳入 那因为市长已经有将我们市政中心 就在我们这个定位在我们这个公车修理厂 那我在这边建议是说 希望我们未来的市政中心 不管你基隆市民你是住在哪一区 你只要搭一趟公车 就能到我们的这个市政中心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就是离不开 就是在我们市区这周遭 最重要是让我们民众只要搭一趟公车 那你现在定在公车修理厂 那个只有中阵区的民众可能一趟公车 其他的民众可能 其他区的民众可能要搭两趟公车 所以这边是不是能够既然我们当初议会也做成决议 所以说在我们旧的基隆市政府 原地改建 那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公车修理厂 是一个商业区 那如果透过标售 或是透过这个BOT的方式 让一些大卖场 甚至outlet或是那个五星级的饭店 到我们公车修理厂那边来投资的话 我想绝对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也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 我想我们基隆市政府虽然在 2002年这是民国91年 我们文化局给它登陆为历史建物 但是如果说为了配合地方的重大建设 我想历史建物该拆 本席认为还是要拆 因为毕竟这不是我们台湾人盖的 这个是日本人盖的 它是在1930年 就是日治昭和五年的时候 那时候盖的 那时候盖三成 那1932年完成 所以到现在为止是八十多年 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盖的 不是我们台湾人盖的 如果说我们在历史建物 这方面这个区块 如果没有好好去探讨的话 我想过个五年 过个十年 我想每个历史的历史建物 会比现在多很多 那时候以各历史的财政状况 我想没有一个历史 能够来 对于这个历史建物来做 不管是维护或是保存 我想我们应该是没有那个财力 所以如果为了配合重大建设 我想历史建物该拆还是拆 因为如果说以这样的方式 在原地的话 我想应该也会跟公车修理厂 盖市政大楼一样的快 我在这边建议市长 是不是能够查这个方向来做考虑 请市长能够来说明一下 好 谢谢庄议员的垂询 我想 对不起 我想就是说 我们 其实在之前 这个张前市长的时代 其实就是已经有 针对有八个地方 其实有进行了一个评估 那我想不是土地分区 使用不相符 不然就是那个地不是我们的 那不然就是基地的面积 这个太大 或者还有其他的 总统的原因 基本上 讨论过很多的地点 但是也都不恰当 那之前当然有提到说 市政府原地改建 不过市政府原地改建 会碰到两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对面的宪兵队 宪兵队要迁移 那宪兵队怎么迁 要迁到哪里 那这个讨论了很久 那我知道之前也 甚至包括军方 都有去做了一些 勘查的地点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第二个是 这个宪兵队的这一块地呢 如果要照以前的方案的话 它一样要架构 它还是必须要架构 那我们市政府可能要出一笔 不少不小的一个钱 来进行土地的一个架构 那第二个是 刚刚专业也特别提到 现在的这种市政府 它是一个历史建物 那历史建物 说要拆 我想第一个 这会牵扯到文字法 法律的一个问题 原则上我想 既然现在被指定为是历史建物 基本上它是不太有机会去拆它 而且不管它是谁盖的 我想这个城市的一个历史 不管它是谁盖的 其实它都是这个城市历史的一个部分 也不太适合 就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来讲 我个人认为不太适合去拆它 那第三个是财力的部分 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的 议员先进 包括我们市政府和同仁 到世界各国去参访 特别是欧洲 其实它整个城市 通通都是历史建物 那这就涉及了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个文明 它是不是重视历史 它是不是重视文化 它是不是把过去人类的生活的一些 这些遗迹跟经验 当成是现代生命的一部分 我想这个城市要 所谓这个城市要有它的一个深度 跟要有它的灵魂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个跟财力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 那刚刚专议员的这个建议 我想我们会来参考 那不过就目前为止 我非常赞成专议员刚刚讲的一点 说实在市政府 如果能够在十年前 甚至是十几年前 来选定好的一个地方 来做新建的话 我想这些问题 其实都可以得到一些解决 那可是现在没办法等下去 现在真的没办法等下去 因为从现在开始 要进土到规划设计到盖好 最快最快 都要六年以上的一个时间 所以时间如果一耽搁一下去 就是十年 十年又过去了 那我想现在的市政府 整个的一个运作 可能没有办法再等下一个十年 所以这个是我们 在整个所有的方案里面 评估到最后 觉得立即可行 那我知道大家可能都还有一些意见 跟一些想法 但是没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 那我们现在市政府 提出来的一个基地的 这个最佳选择的一个位置 也是我们认为 唯一最好的一个位置 是在这个公车的一个修造厂 那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专议员能够给我们支持 谢谢 那谢谢市长说明 我想 站在这个公平正义的原则之下 我们是希望是说 那每一区的民众 他只要搭一班公车 就能够到达我们的新的市政中心 我想 请林市长还是要朝这个方向 来考虑 来研究 办理 那接下来我想 对于市长移民有约 我想历任的市长 对于这个移民有约 都办了那么多年 但是到林市长就任 这个移民有约就停掉 我想很多这个民众 他碰到很多 比较棘手的问题 可能牵涉到很多单位 他就不得不去登记 这个市长移民有约 希望说能够透过市长 跟民众的接触 来了解民众的状况 能够透过各单位的协调 能够来帮忙我们市民 我想这个从 这个李市长 张市长 许市长 张市长都有在办 是不是能够考虑 把那个移民有约 能够来恢复 请市长能够来说明一下 谢谢 好谢谢中议员 其实我是比较重视效率 然后也比较重视务实 那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市民有约 说是在可能一个礼拜 可能一次 一次 然后这个案件的话 可能大概是一到二 可是我想实际上 我个人其实现在 其实也是经常在进行相关的一个 包括民众问题的一个解决 那有一些也是我们 包括我们的里长 包括我们的区长 还有我们有一些议员 有这个引接过来 有一些所谓的民众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都是一起来做一个处理跟解决 所以可能是所谓一个名称 所谓的与民有约 一个礼拜一次 这个名称 可能不一定继续下去 但是跟民众的一个接触 解决民众的一个问题跟困难 我想我们是无时不刻都在进行 那所以专业员这边 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或者说需要 这个我这边来协助解决 那也请专业员这边不用客气 我们会全力来配合 谢谢 谢谢市长说明 我想这个移民有约 我想别的县市的县市长 好像也都有在做 那如果说当然在时间允许 我们就来办这个移民有约 我想最重要的是 市民是有一个安全感 他不要透过里长 不要透过民意代表 不要透过任何 只要他碰到比较重大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直接有这个窗口 所以请市长能够来考虑看看 考虑看看 那另外对于我们这个市政务的人事缺 我想这个不管是 民政处的副处长 包括严考处的副处长 我想已经空缺在那边很久 到目前都还没有补 那是不是市长在这边 能够来尽快地帮这些人事 能够来补齐 我想让这个单位 能够比较正常地去运作 那如果真正我们虎内有互合 不管他的精力 他的能力 他的资格 都互合的话 我想是不是能够 领事长这边 能够很快地 把我们这个预缺的 这些户处长 能够来补齐 当然我们现有的 市政务的 比较好的这些人才 是不是能够来齐把他们 能够来担任这个副处长的职务 请这个市长说明一下 谢谢 好 谢谢专议员的垂巡 我想人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大概我们思考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整体的一个规划 第二个其实人没有补 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能够 让最优秀的一个人才 跟最恰当的一个人才 能够到位 那所以其实没有补 但是我们其实也不断地在观察 在考验 适当的我们的同仁 能够晋升这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包括像最近 我们卫生局的这个秘书 现在也已经升任为 我们卫生局的这个副局长 那包括像我们公务处 张元良这个处长 他也是从副处长来升任 那因为我认为 从上从这个处长到副处长 以及我们的科长 还有区公所的科长 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也是我们市政府 在推动相关业务的时候 中间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希望能够 这个都是能够经过 审慎的一个评估 而且考核考验过 那的确能够升任 那我们一定会给同仁 这个机会来展现他的一个能力 那但是也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这个宁缺误滥 那让真正的优求的好的人才 更重要的是愿意积极奉献的这样的人才 能够到位 那我相信另外就是 有一些人事的一个布局 我们会选择在适当的时间 再来进行调动 避免说人事的一个更动 就是说太比较频繁一点 以上谢谢 谢谢市长说明 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个玄缺太久了 太久了 那如果真的外面找不到人才 那我们我想市政府里面一定有适当的 合乎这个条件的人才 所以说我在这边也不希望说我们这个 这个副处长的位置 是玄缺太久 然后可能影响到我们公务人员的士气 可能影响到单位的这个这个业务工作 所以在这边希望说 在这个玄缺的部分 是要能够尽快的给它补齐 那对于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想这个新政府上任半年 就把这个旧政府 就以前的马政府所推的经济示范区 整个推翻掉 我认为是不太适宜 所以在这边我建议我们市长 是不是能够建议我们中央政府 是不是继续来推动 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想当初不管是台南 不管是高雄 桃园台中 大家都积极在争取 最重要是希望说 透过有这个经济示范区 能够带动当地的这个产业升级 包括吸引一些外资 那最重要是能够增加一些就业机会 那是不是能够结合 我们高雄台南台中 桃园台北宜兰平洞 就是当初在争取示范区的这几个县市 这能够共同希望说中央继续能够来推 自由经济区 是不是请林市长来说明一下 好 谢谢专议员 我想我简要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之前推动的那个叫做自由经济贸易区 也就是之前在讲所谓六港一空一处 那刚刚专员所垂询的这个叫做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推是因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条例 也就是它的法律并没有通过 所以它没有办法继续推动下去 那不过这并不影响原本已经是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六港一空一处 也就是包括我们基隆港以及刚刚专员所提到的那几个城市 所以基本上并不冲突 就是说原本的自由经济贸易区 它还是继续可以推动下去 那只不过自由经济示范区 它因为条例在立法院里面并没有通过 如果要推它必须等到条例通过之后才可以推 以上说明 谢谢 那既然在立法院是还没有通过 那我们也是应该是要积极请我们本地的这个立法院 希望能够在立法院能够继续来推动 我想当初不管是国民党县市的民进党县市 我想都积极在争取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最重要我想我刚才提到 最重要是希望说能够吸引外资来投资 能够带动产业升级 能够提供就业机会 我在这边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 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接下来我想对于我们金山市有土地 我想已经变更为教育休闲专区 那不知道目前进度怎么样 请地震处的说明一下 谢谢 主席 感谢专业的关心 那个金山呢 教育休闲专用区呢 它的面积大概一公斤 目前呢 在去年的公布交育休闲专用区 从农业区跟保护区把它变更 但是它那个有一个附带条件 必须要回馈 然后要回馈当中呢 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土地 室有土地原来出租给那个民众呢 有三七五租约 目前我们已经补偿王郡了 补偿给民众了 第二个呢 就是上面有一个日 在清朝开始的有一个坟墓展 那我们一直在找那个五祖的墓祖 你们也找到了 现在补偿它 那个坟呢 已经迁走 然后呢 另外它要求我们要去买室有土地的部分 那室有土地的部分呢 我们已经恰了当一个民众呢 然后我们也按照公告线指跟他购买 这三样式做完 那最后一件事呢 最后有两件事 就是一件呢 就是要跟国有财团署呢 办理中间有一块地呢 有偿拨用 那块地呢 因为国产署认为一定要有设计图 那现在我们已经在市长呢 也见过国产署长呢 恰谈之后他改了法令 那进来刚刚过 那同意我们呢 不用再有设计图的方向呢 就可以去博用 让我们去报程当中 最后一项呢 因为有龟子山遗址 那龟子山遗址的部分呢 我们大概后续还要再继续办 以上呢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 那请问处长 我们预计哪时候 可以来这个办理这个BOT的这个作业 请这个处长说明一下 跟庄业演报告 因为BOT的后续不是我在处理的 这个我是对于地震处只针对土地呢 从一个所谓的不可建筑 变成可建筑土地取得之后呢 后续由后续的团队呢 继续来办理 那不是属于地震处 限期应该办理 限期应该办理 所以后续呢应该是 看财政处呢 或是交易处呢 来做一个说明 好 后续的是哪个单位负责的 请说明 感谢那个庄业 不是 他现在地上有一个龟子山遗址 然后那个遗址要去确认 所以现在文化局已经在下年度有编例预算 要去把那个地方做确认完了以后 那我们看是要招商要怎么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计划 不然的话一挖下去一只遗址 整个都不能动 所以我们要先去把那个遗址 文化遗址的部分先做确认 然后现在文化局 没有错 你那个遗址要确认 但是你应该还是要有个旗程 是不是应该要有个旗程 我想本席在议会 我想讲了十几年 好不容易把这个保护区也好 荣业区也好 已经透过我们前市长 然后前的地政处长 好不容易今天到今天 已经变更为教育修营专区 那应该照理讲 我们是有一个进度 大概我们意境哪时候可以来办 因为最重要 那个是我们基隆的 基隆市这种的所有 是我们的土地 那未来我们既然规划 教育修营专区 那可能就是可以有 我们公务人员的训练中心 包括到时候可以盖一个温泉会馆 那至少提供给我们基隆的民众到那边 或是提供一些就业机会 所以在这边希望我们市政府各单位 大家能够来协助 让这个教育修营专区能够早日来进行 好不好 好请坐 那对于这个 其楼的整屏 我想我在议会也讲过很多次 希望说我们基隆市政府对于其楼整屏 还是要继续去努力去做 包括打造一些无障碍的空间 包括可能电线杆要地下化 那包括打造一些友善空间 所谓的友善空间 我想我在这边建议基隆市政府 因为我们很多夜归的民众 因为很多商店他晚上打烊了 他几乎他旗楼的灯几乎都没有开 整个旗楼都是暗的 那是不是我们市政府能够来 呼吁我们这些店家的民众 是不是能够打造一个友善安全的空间 让夜归的民众尤其是妇女 他能够很安全的 很明亮的一个造品的空间 能够让他来行走 我在这边是建议 这个1357924680 我想在每个月的1号跟2号 我建议是说 所有店家希望说是1号跟2号的店家 希望说在每个月的1号2号 请把你这个旗楼的灯给他点亮 然后呢3号跟4号就一样 所以一个月大概 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一个月10天他点一次 一个月才点三次 但是会整个让一些晚上的一些旗楼 整个明亮 让我们民众能够有一个 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可行 请我们基隆市这种是不是能够朝 我建议这个方向 是不是能够呼吁我们这些店家的民众 能够来打造一个 很友善的 一个很安全的 很明亮的一个空间 尤其不然晚上 一些店家打烊 整个7楼都是暗的 整个7楼都是暗的 所以在这边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用回答 是不是能够朝这个方向 请你们去研究办理 包括我们一些这个 打造一些友善空间 可能包括它的人孔盖 包括它的标线 因为很多骑摩托车的 都是因为人孔盖 因为标线 没有那个指滑 所以很多骑摩托车都滑倒了 所以希望说在这边 也能够来改善 包括我们这个 我一直提到的 我们身脏计程车的成立 我想已经 给我书面就好 好不好 我所提的都给我书面 好不好 包括我们每一年都有办的 各界庆祝青年节的表扬活动 我想去年已经停办了 我也建议说我们基隆市 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来办理 我们各青年节的表扬 我想让很多这个 我们青年朋友能够来参与 然后对他也是一个肯定 我想应该还是要继续办理 那也建议我们基隆市 对于这个集团结婚的 还是要继续办理 不能因为人少就不办 我想继续要办理 我想透过办理这个集团结婚 在我们的海洋广场 在我们的比较好的 包括中正公园 包括河滨岛公园 我们想来办一方面 办集团结婚 一方面推销我们基隆市的 一个各个的观光机 我想这个对未来观光 绝对都是有帮助的 包括我们这个 殡葬设施的 所在地的回馈 我想我也建议我们基隆市 我想你们大概都已经定定了 我所了解的是 仁爱区的是荣门 荣门礼跟殷仁礼 那暖暖区 应该是巴西礼跟这个构岗礼 所以还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办理 那本席这个执行时间已到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以上这小时 是本会庄议员施政总咨询 时间到 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 谢谢